哎,这个双十一我又多少了,买了三千多的狗粮 我也是,给我女儿家的狗狗呀,买了五千多的狗粮呢 你买了什么牌子呀? 我女儿说了,越贵越好,而且必须买进口的 所以给她买了个叫什么渴,什么旺的那个粮,还很难抢了 哎呀,那是考作,我出国看到很多国外的超市里,在国外外很火的狗粮都没有人买呢 谁说呢,谁说呢,大家都说好,你那个便宜的肯定不行 王老师来了,王老师来了,让王老师评评理 听网上说,越贵越好了,而且还要买进口的,是真的吗? 能舍得为自己的宠物花钱呢,其实是个好事 但是光看网评呢,或者是只买贵的呢,就需要考虑考虑了 因为狗粮啊,并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进口的就好,国产的就差 而是要看你的狗狗到底适合哪种类型的狗粮 一定一定要选择合适自己的狗狗的食物 那么我教大家一下基本的检视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看看自己的狗狗是什么品种 为什么要看品种呢? 因为有的犬种啊,其实它的这个热量的需求啊,会比较高一点 那有的热量的需求呢,其实会低一些 那么如果过量,就会给它身体造成负担 一般来说,我们说大型犬,比如拉巴拉多 就肯定会比小型犬,小贵宾,需要更多的能量 而瘦子呢,会比胖子需要更多的热量 而其次呢,运动量了多少 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看它的消耗的量,热量的需求 一般来讲,我们说贵的狗粮 大部分来讲啊,都是因为高蛋白质 高营养,好原料 所以它的成本就高了 价格自然就高了 但是如果你的狗狗本来就不怎么愿意动 或者说每一天下楼就这么十几分钟 五分钟这样啊 甚至有的狗狗还不下楼 那如果你这种情况,你给它吃高能量的狗粮 反而有可能会造成它的肥胖 而且热量一旦形成,是很难通过运动去降低的 只能通过饮食的控制 那其次的话呢,我们需要看狗狗消化吸收的一个程度 和一个体态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家狗狗 本来它就是一个我们说异胖体质 比如说,撒个动牛犬啦,拉不拉多啦,对不对 它们的吸收能力非常的好 那如果吃高蛋白质的粮食,也可能会造成负担 包括绝育狗狗 其实我们是需要比较注意的 那么再一次的话呢,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们要注意它的体态的变化 比如说毛发的质量啊,皮肤的状态啊 对不对,体态的这个变化呀 也就是说你吃了一块粮之后呢 你需要先观察狗狗的状态 我们说尤其是体态 是变胖了,变瘦了,还是维持不变呢 吃了这一款食物之后 是不是经常就会发生皮肤问题啦 或者是过敏会出现啦 它的毛发干不干枯,还是很油亮啊等等等等 都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分析 这款狗狗到底适不适合你的狗狗 而不是说我们只看成分表啦 对不对,只看测评啊,只看数据啊 只看风评啊,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学会分析自己的狗狗 才可以给他们买到最合适的粮食 而且告诉大家啊,其实只要是大厂家 有正规批好的狗粮 基本上来讲的话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然后呢去理性的去选择 与其买特别贵的粮食啊 你还不如去买一款合适你狗狗的狗粮 然后呢把多的钱呢我们可以 对不对 给他们买更多的玩具啊 带他们多出去玩啊等等等等 不客气不客气啊 关注我不迷路 给你养狗 新思路 我是王静 我们下期见 接种吧 下期见 Lindsay 是 如果我们下期ths detox